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Fighting for World 为世界而战 大家好 我是你们腼腆内向的男前说 Big Shit KR科比赛程 已经进行数日 不知道各位现有 是否都从比赛中 领悟到上分的诀窍呢 没领悟没关系 大仙这就将收获分享与你 首日三况 在KZ对阵CW的比赛中 KZ一路高歌猛进 连下三成 有辅助老将七七灵 操刀的同皇 孙病 蔡文姬 更是场场亮眼 实属广大辅助玩家的榜样 细祥当年有幸解说KPL 恰巧就是BA 对阵AG超完会 AG辅助鬼骨子 二技能强制位移BA辅助牛魔 到了几方三名队员 招致团灭 定睛一看 放出神仙大招的牛魔 正是如今赛场上的王牌辅助七七零 这位强力辅助 与我的解说之路 也算是有一些缘分 那么今日的七七零 究竟强于何处 本期快报 我们就一探究竟 第一场比赛中 由于辅助东皇探草被抓 被打餐之后 果断交出产线脱离险境 CW辅助见KZ少人 开启奔狼文章 带领忠野去上路入侵野区 此时CW队员认定东皇 必须回家补给 能够阻挡他们进入野区的 也只有圆哥和白起二人而已 谁曾想到 仅有三格血的东皇太医 在撤退的路上杀出 二技能接大招 直接控住百里选车 队友随后赶到集火将集齐杀 血量见底的东皇 极限脱离战场 扬长而去 选车复活的时间里 KZ调整状态 屡次入侵CW野区 百里选车 节奏大乱 节节败碎 最终KZ拿下第一局的胜利 在整场比赛的博弈中 一定会有几个 能够转折局势的关键点 CW第一次入侵便是其中之一 残血回家 确实是我们游戏玩家传统观念 但能够把推动比赛的节奏 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的 才是职业玩家应该有素养 关键技能都在手里 是遗憾当一个逃兵 走一波换一场胜利 与我与你 这种战场上敏感的判断 都值得我们学习 随后第三场比赛 这位曾在BA战队屡剑齐功的老将 操刀他的拿手绝活 蔡文姬 与CW无比强势的前期阵容对峙 而蓝buff的归属 就是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 在让掉两个buff后 KZ一直依靠运营 将经济差距控制在1000以内 终于第三次蓝buff出身后 凭借蔡文姬提前蹲点 第一时间便将野怪拉出 裴行虎见野怪迟迟没有归位 在原地转圈圈散步 长达10秒之久 拿下buff的一刻 回身已经被苏裂绕后包围 骑虎难下的CW 只能硬着头皮与KZ五人结团 在野区狭小的地段 连吃理性干将多发AOE 短短数秒便溃不成军 最终凭借吕布的反跑 CW以两人头的代价 才得以从这个续谋已久的buff陷阱中逃脱 面对前期野区崩盘 七七零通过吸引buff仇恨 来打乱敌方入侵节奏 虽然整个过程可能只能为队友 争取10秒钟的时间 但却足以成为逆转战局的关键 敢硬拿这个buff就必须付出代价 最终依靠这精心的设计 拿下两个人头的优势 KG抵挡住了CW多波进攻 慢慢化防守为反击 最终赢下了比赛 最后我们来学习一下 七七零对蔡文基备战的理解 奔蓝文章 抵抗鞋 圣杯 闲者之书 博学者之路 这套出装早在去年快报中就跟大家讨论过 当时很多心有直呼 假的吧 怎么样大仙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学老就是赚 还不赶快拿来上分 KR KPL中 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意识和道路 未来有机会的话 大仙还会提炼更多有用的技巧交给大家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我是Big Shen 我们明天再见